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年8月底前將投資轉化為實物資產 至目前該行資金已發放完成半數 然而來自於地方政府的反映並不積極 原因是地方財政吃緊 即便有基礎設施專項債券 但地方政府的配套資金跟進佛力 無法即使落實到基建投資項目上 在政策難以落實的情況下 中共國務院6月召開常務會議 期間聲稱對金融支持基礎設施建設 要調整政策性銀行8,000億元信貸硬度 並建立重點項目清單對接機制 什麼是政策性銀行? 本台特約評論人士劉揚指出 政策性銀行的實質就是以中共的政策要求為訴求 而不是以銀行利率回報為原則 簡單說就是中共發的特殊貨幣 以完成8月份前的基礎設施項目為前提 因而對於8,000億元的政策性貸款的利率要求 會比較寬鬆 顯然而建系 以8月份為完成實物資產的時限 明顯與中共保20大相關 地方官員被指令基建港口 這次包括國開銀行在內的三大政策性銀行 將負責發放8,000億元新增額度 而在2021年全年 政策性基礎設施貸款餘額為6,653億元 2022年僅僅在年中 三大政策行新增的基建貸款 已超過去年的1.2倍 這樣 8,000億元真的能彌補房地產斷崖式下跌 帶來的土地財政規空嗎? 根據香港文德資訊的統計 青海、山東、遼寧、河北、貴州、湖北、湖南 和天津等地區 今年前4個月的財政收入同比下降 天津下降幅度最大 高達27% 據南方科技中心深圳發布的數據顯示 4月份深圳的財政收入同比下降44% 此前3月份的財政收入同比下降7% 再具活力的深圳經濟已經腰斬 表明中共經濟的下跌超出了預期 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大幅下降 還要承擔住居民的退休工資 醫療保險等民生支出 史特質便中共國務院下發了基礎設施的專行債券 但是這些專行資金必須完成中共要求的實物資產 民生仍要由地方政府想辦法 目的投資者服務公司 副總裁兼高級分析師袁仁傑表示 一個後果是 今年用於基礎設施的資金將會減少 他說 由於土地銷售一直是地方政府基礎設施支出的重要來源 土地銷售下降和特殊債券的有限增長 將限制基礎設施支出的融資選擇 CNBC指出 即使在這波疫情爆發之前 由於中共打擊房地產開發商的高桿桿操作後 作為地方政府收入重要來源的土地銷售稅已經暴跌 現在地方政府還必須實施中央政府宣布的減稅 退稅措施以挽救經濟增長 野村分析師估計 中共當局的資金缺口約為6萬億元 其中約2.5萬億元歸因於退稅和經濟增長催喚 另外3.5萬億元則來自土地銷售劇減帶來的損失 這樣中共政府能夠了解地方政府的真實狀況嗎 劉揚認為 按照中共的口核原則 不能保民生、保穩定、保運轉 幾乎就是地方官員不合格的直接表現 所以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據中共遼望周刊的調查 在中部省份的一些員級財政紅燈早已經亮起了 實際上 據大陸一些了解狀況的人介紹 發不出工資的院士比比街市 一點都不新鮮 遼望向一家中部省份的省財政廳詢問 顯示這個院的省財政廳監測數據顯示 各副款正常 這樣 為什麼媒體最終發現 院級財政說亮起紅燈呢? 遼望在報告中說 一些院級財政部門會通過押付方式 掩蓋各副款安全風險 一名院長透露 院財政部門 會將一些政府成基金或專項款等 暫時無法使用的資金 轉移放在各副帳上 這些錢能體不能夠用 目的就是為了給上級監測到的各副款 原額保持在安全水平內 因為各副款一旦低於安全水平 會被省財政廳約談 所以基層需要壓庫 遼望記者了解到 院級財政出現缺項 有上級黨政的口核大力衝擊 從2011年開始的扶貧項目 該院抵保費的地方配套部分 中院級支出佔比百分之深 院級財政一年低保費用 支出約1,000萬元 隨後逐年增加 到2019年 院級財政佔比提高到50% 院級財政當年 低保費用支出接近2億元 被院級財政帶來較大的壓力 扶貧是中共口核官員的年中指標 一位院長反映 有困難怎麼辦 上級就比我們創造性落實 如果院內不付錢 年中這項口核會被扣分 我們只能夠想方設法保動 什麼是創造性落實 去年年尾 河北八州市政府採取飛錘徵收 在下屬的15個鄉鎮 總共開出6,718.37萬元的罰沒款項 1月至9月罰沒收入的11倍 涉及企業和個體工商戶 2,547家 平均每家罰款 收費2.64萬元 所謂的罰沒收入就是罰款和沒收 劉揚說 何北八州市只不過被曝光 沒有被曝光的還有多少呢? 被八州市採取更隱蔽的方式 強行向企業攤派 暗示 該要的有多少? 這個創造性落實 也只有中共國才會有這樣的奇怪現象 近期以來 中共國務院醫保局要求地方政府 大規模的核酸檢測不能再用醫保的錢 要地方政府自己拿錢 然而很多地方政府無法持續給市民免費檢測 近期 上海市要提供常體化核酸檢測免費服務 僅維持到6月30日 財政狀況全國最優的上海都如此 更何況其它省市 儘管中共國務院要求苟不准 不准叫停物流、生產 但實際上對地方官員來說 清零成為無法擺脫的紅線 因此中共黨組織才是口核他們政績的上級 所以地方官員必須對核酸檢測和放液 保持聲調上的一致 如果實在拿不出錢做免費核酸檢測怎麼辦 流洋指出 那就是執行一刀切的繼續封鎖 因出現陽性病例 意味著年終巧核將會被扣分 對於官員來說 是莫大於此 沒有官員會拿正職當作為民請命的選項 而簡單的封鎖 禁止農民夏田國務 都是中共官員創造性抗疫的選項 國內有經濟學家指出 8月完成基建落地 目前的資金除8,000億政策外 仍需要地方政府創造性落實 在過去PPP 由政府與私人共同出資 然後由於中共政策的拖欠 違法違規 亦使PPP不得安生 諸多企業合作項目 至今收不到餘款 政府往往理直氣壯地說 政府沒有錢了 延遲支付 肯定不會不給的 什麼時候給呢? 不知道了 不能問 再問就躺馬蜂窩了 劉揚說 只要中共有創造性落實的選項存在 法律、法規就是空談 PPP還有哪一個私人企業 敢於在虎口拔牙? 這節的新聞報導完畢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頻道 歡迎你訂閱和分享 多謝你的收看 再見 記錄了 記錄了 記錄了